萬眾期待的沖上雲宵在今天就已經播放了 很多網民都說 其實對這套電視劇集都頗有信心 只看吳鎮宇和Chillam 這個收視應該都已經過30點了 但其實這一排除了這套電視劇集被受關注之外 其中一個的綜藝節目叫做星夢傳奇 亦都受到大家很多的關注 在過去周末播放第二集 收視除了上升之外 有很多二線的藝人都被大家多了認識 而且很多人都說星夢傳奇懷疑TVB有造假 還說評判很多的評語都被TVB剪了出來 現在很多人都在評論這個節目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一起娛樂,謝謝 TVB最近的綜藝節目星夢傳奇 的確得到很多網民的熱狂 大家都有很多的討論 其實星夢傳奇這個節目就是 效法國內就是我歌手的一個歌唱比賽 都有點像的 它開放平台給全台所有的藝人都可以參加 無論你是恩星也好 你是紅星也好 的待遇都是公平的 兩個月前大羅大鼓就叫了所有二、三、四、五線 所有的藝人去參加這個歌唱比賽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所以就特別去了面試 現在入圍的人已經知道自己是誰了 有很多入不到圍的歌手都覺得是造假的 其中一個就是鄭西豪 如果大家有看歡樂滿東華的話 他年年都是卡拉之星來的了 但現在還經常跟黑妹李麗霞一起登台 每個人都覺得他唱歌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想不到他竟然入不到圍 其實不用說都知道 今次這個星夢傳奇 TVB很明顯是幫自己去捧一些親生子女 其實TVB搞這個歌唱節目出來 其實他成功了 因為短短播放這個兩集 已經很多人去留意 很多人很想知道最後誰會贏出的 而且身為TVB四線的藝人鄭俊宏 這兩集的表現都好到不得了 連毛啟然都說要請他做紅館過唱的嘉賓 現在就突然之間捧紅了一個 其實TVB的高層都算了數 如果很多人看這個節目的話 那些四五線的藝人自自然而言人氣急升 除此之外登台方面的價錢又可以收貴一點 他又怎會捧其他的藝人呢 當然會只是捧自己的親生子女 所以不用說都知道 一、二集能夠入圍的所有藝人 全部都是TVB經理人合約的 其他那些人當然不可能入圍 除了要捧自己人之外 當然有內定的出現 之前盛傳說 維偉、梁烈維和蕭靜蘭 兩個連面試都沒有去 已經直入這個初賽 不過維偉今天就宣佈 她在第三集已經被人封了出來 自己當然沒有說什麼不開心的 希望自己身邊的朋友可以繼續贏出 但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維偉的歌藝又真是未夠好 很明顯就應該會被人封了出局 至於接下來要再加入這個戰團的 包括還有胡定欣 亦都有黃君興等等 全部都是TVB力捧的二線藝人 很明顯就要幫自己人 亦都見到很多評判 去砍批他們的評語的時候 都被TVB剪掉了 所以拍攝第三集的時候 TVB已經換了所有的評判 除了葉善文之外 就變了左倫又理 即是譚詠麟和李克勤 再加上照生器 全部都是自己人 所以都不需要她太擔心 她去評論她的藝人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八占公投